各位网友大家好,我是美国黎叔,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对清嘉庆坟采吃龙苗金贤文寿字知足碑。 知足碑因形似马蹄因而也得名马蹄碑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在日常中手拿马蹄碑,了解千里征途迈出第一步的重要性,去掉浮躁,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, 有马蹄碑在手,时刻提醒我们,路漫漫齐修远兮,无将上下而求索。 要怀着谦卑刻苦的心境,铭记初心,坚定而宁静地走完自己选择的路。 此碑形经典,流行于明清时期的气形。 撇口,邪收腹,内凹底小平,碑身嗅气挺立,很有精神气。 碑身嗅气挺立,碑体腹部偏瘦,通体轻盈,线条流畅,碑颜轻薄细腻,散热快,不易烫手,高身筒嗅长灵巧,更易俱香。 外壁焚彩为势,口颜下碑身共五道金彩弦纹,其间牡丹,莲花等聚缠绕一周。 外腹中间会双龙花纹式,一红一蓝两条吃龙,双脚向后,五爪,躯体,做追逐火珠状。 嘉庆之后的龙纹日趋温和,龙纹装饰更多的是粗烈的继承前巢,龙爪仿效康前,龙指更粗糙。 并且大量出现在陶瓷器上龙的形象,更加世俗化。 比如画龙舟,比如鹰细五龙,龙穿花等,成为玩物,龙以大大失去神圣威严,至尊至上的皇权形象也逐渐是威。 碑的四方上下间隙处描写八个寿字,并以蝉之连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。 在观摇器上,用龙、仙鹤、蝉之连托兽字的形象时常出现。 团兽、转兽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,与兽陶、蝙蝠、龙凤纹、八宝纹、蝉之连、花卉纹结合,呈现出盛世太平、福寿人间的景象。 此杯足内属红彩转体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型款。 价值参考,嘉世德2011年6月1日在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拍卖会上,拍品4007清道光斗彩团花文六字传书款马提示晚宜对于98万港币拍出。 本期藏品由京兆堂艺术旗下的淡月格珍藏,汉有淡月品评人物,今有淡月品评古词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见。